朋友你好,今天是2022年1月6日,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的故事呢,还得从新年的第一天开始 说,大家都沉浸在新年的浓厚氛围中 一位31岁的宁波男子确诊了新冠 他的流调轨迹呢,更是戳中了无数人的软肋 咱们来看 1月1日,宁波北伦一位31岁男子被确诊新冠 从其被公布的形成轨迹,可以看到 该男子14天里有10天早7点出门,晚9点下班 多次在单位食堂就餐,唯一休息的一天是去医院看病 后因你住院进行核酸检测被发现 就在确诊前两周的时间里 他有10天过着朝7晚9的日子 只休过一天假,还是去医院看病 医生说,他的肝病有些严重,必须住院治疗 他呢,也是住院前做核酸检测时 才发现自己染了病毒 患了肝病,又确诊了新冠,不能工作,手停口停 也就是说,不工作了就没饭吃,想想都觉得心酸 这个31岁的男人是千万个打工人中最普通的那一个 他在一家制衣厂上班,工资是按既件算的 每天早出晚归两点一线的往返,不敢请假也不敢生病 有网友就感慨的说了,现在他终于可以好好的休息了 可是他又怎愿意这猝不及防的意外降临 毕竟,耽误一天的工作,家里就少一份经济来源 孩子的学费日常的开支 哪一样不是张着血盆大口在等着他 成年人的世界,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 稍微移动,便会从伤口里渗出血柱 这位男子的境遇不难就容易让人想起前段时间 另外几份流掉的报告 说浙江绍兴,一位52岁的出租车司机 每天清晨6点就要出车,次日凌晨2点才收车 每天20个小时几乎都在车上度过 饭点时路过快餐店就匆忙的扒上几口饭 然后重新汇入车流,奔向忙碌的生活 智风暮雨,全年无休 谁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他过了多久 河南郑州,一位中学任教的高龄孕妇 确诊前还在学校职了三天班 偶尔外出就餐,不是兰州拉面 就是沙县小吃 14天的行程礼,他仅有的休闲 就是在小区门口店里逛了逛 去水果超市买了点吃的 单位孩子生活扯住了他的双手双脚 咱们来看他的流调 周某某女39岁,居住地址为27区华中路14号广兴捷云花园小区 7月16日八十许,由赵姆开车到郑大一副院和医院区产客就诊 12时左右在27区生龙广场一楼陕西扫兹面生龙店就餐 14点09分到郑大一副院和医院区取检查结果后返回家中 至21日未在外出 7月22日7点20分由赵某开车从家里出发 8点32分到四中迎宾校区 值班至25日期间 22日18时左右到四中后街兰州拉面就餐 24日18时左右在后街沙县小吃店就餐 7月25日8时由赵某驾车将其接回广兴街云花园小区家中 19点50左右在华中路14号广兴街云花园小区附近沙莲泥石上内衣购物 7月26日10时起电动车到市骨科医院满诊一楼 急住一刻就诊然后骑电动车回家 7月27日21时在碧云路香云路西北角宫廷糕点和四季水果购物 7月28日11时40左右因颈椎病骑电动车到二七区爱心医院二楼中医科就诊并办理住院 初次核酸检测结果异常7月30日再次采样保释疾控中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当即闭环运转至市六院隔离治疗 有位58岁的傅先生前脚刚把妻子送进了ICU自己却在取病历途中不幸感染 回家的路不远她舍不得打车花了一两个小时到了四趟公交 即便已经如此狼狈生活是依然没有饶过她 山镇保安64岁的刘婆婆到了花假之年还在辛苦斑驳 上午去医院照顾生病的老伴中午坐地铁去女儿的餐厅帮忙 一直到晚上才能回家休息 在她64岁的生活日常中没有早茶没有麻将也没有广场舞 有的只是数不尽的责任和日复一日的劳作 咱们来看刘婆婆的刘调说6月14日上午在保安区人民医院陪护生病住院的丈夫 中午出院后回老四川餐厅帮女儿的忙然后回家 6月15日上午到福威社康中心采核算后返回老四川餐厅帮忙至晚上回家 6月16日上午在老四川餐厅帮忙中午乘坐地铁到保安区人民医院就诊 下午乘坐地铁返回老四川餐厅帮忙至晚上回家 6月17日在老四川餐厅帮忙期余时间在家 6月18日在老四川餐厅帮忙傍晚在餐厅旁临时核酸采样点采核酸 其余时间在家 6月19日在老四川餐厅帮忙晚上在餐厅旁临时核酸采样点采核酸其余时间在家 6月20日仍然是在老四川餐厅帮忙当天解核酸出筛阳性结果后被隔离观察 6月21日凌晨转送至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应急院区隔离治疗 都说人间有百态可这流调下的成年人分明过着同一种生活 家庭单位菜市场三点一线辛勤劳碌累到无处喘息无路可退 藏在冰冷的数字陌生的地名背后是每个人真实而粗利的人生 那些舍不得停下来的出租车那些片刻不得歇息的生活 我们可能没有一一亲历但却能感同身受 有人说城市的真实面目不在临次之笔的高楼不在车水马龙的道路 而在每个普通人的生活日常里 在城市繁华下普通人的生活轨迹里藏着所有成年人的不义 曾看到过一位拉三轮车的老先生在等红灯的间隙里 竟然打起了瞌睡 他不知道危险吗 他只是太困了 生活连轴转 逐渐消退的精力不断流逝的时间 让他只能争分读秒的抓紧时间休息 不然就没有办法打起精神继续扛起生活的各种刁难 还记得那些穿行于城市高空的空中废人吗 他们背井离乡睡硬而冰冷的地铺 吃最便宜的饭菜 工作实在是太累 就在半空中直接躺下就地而眠 他们抬头是天空的广莫无垠 俯身是城市的车水马龙 身上却是谢也谢不下的责任重担 回到前面那位宁波男子 回到每一份流调报告中 一个个艰苦而真实的普通人 让我们看清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岁月精好 只有负重前行 米兰昆德拉在《不修》里写 生活就是扛着痛苦的我穿行世间 普通人到了负责任的年纪 真的是不敢生病不敢请假不敢喊疼喊泪 早在知乎上就看过一个问题 说成年人生活这么不容易 是什么在支撑着他们继续往前走呢 几千个回答拼凑起来的 是我们每个人艰难而又无奈的日常 前几天与一位朋友聊天 他说你说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活在这个世上就只有三个任务 结婚生子工作赚钱买房买车 这真的有意义吗 听到这番话估计有很多朋友都会特别的感慨 现代人的一生貌似就被困在了这三个任务当中 我们一辈子都在这三点里面徘徊着 一直也走不出来 我回了他一句 也许我们活着的意义仅仅就是为了活着而已 对于普通人来说 活着已经耗费了他们的精力 他追着问 在这个社会大多数的人的人生都是相似的 早年时去读书 中年时默默打拼 晚年时又忐忑不安 这不就跟工厂的产品一样吗 人间不就是一条流水线吗 或许他所说的看似消极了一点 但这就是真相 我们是人间这座工厂中的产品 有价值的时候便存活 没有价值的时候就被人抛弃 仅此而已 聊了一会之后 他回顾了大半生感慨万千 他说 你说现在阶层固化如此严重 马太效应特别明显 普通人的后代依旧是普通人 996社畜的后代依旧是996社畜 富人的后代依旧一时无忧 如此我们那么努力的活着真的就有价值吗 貌似有点消极了 但是他的说法也不无道理 把当今社会的情况都说了出来 只不过呢 咱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 人来到这个世上究竟是为了什么 虽然说普通人的人生都是相似的 但每个人的体验也都有不同 可以说这世上有多少人就会有多少种不同的人生 正因为他们得到了我们才会失去 也正因为他们失去了我们才会得到 社会的资源就是这么多 既然有得到的那一方 就肯定会有失去的那一方 我们之所以感觉到人生消极没有意义 就是因为我们难以得偿所愿 一直纠结于人生的得失当中 就像这位朋友如果我们问他一个问题 假如有来生你会不会还来到人间呢 那他绝对会回答说不会再来人间了 咱们也不妨问问自己 如果让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该如何回答呢 好以上是本期视频为您准备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